法律歸法律 政治歸政治 我是睿智 我是洛宜 作为作风 所以得民心 得天下 拜托大家全力支持廖国栋委员 感谢大家 谢谢 搞得半天这次在帮廖国栋助选 好啦 得民心 得天下 这个很合理嘛 但是得民调真的会得自冲吗 我想应该是不会啦 对 因为我们在选后呢 我们这几天我们认真的去看 这次大选前的几个民调数字 其实大部分的民调 都跟最后的选举结果 还蛮接近的 嗯 没错 然后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像在选前一直被批评 只有做事话 他不会准确的美丽岛民调 从现在事后马后 泡河的观点来看 他准确率异常的高 没错 他准确率异常的高 这个我们等一下节目中会提掉 我们再往前半有几页的话 在选前蓝白河那一段时间 是民调到底怎么看 最高峰的时候 所谓让3%让6%怎么算 那个是当时吵得最热烈的一个话题 那现在一切都已经沉淀下来了 我们现在比较能够平心静气的去 用科学理性务实的角度 来去讨论民调问题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美国台湾观测站的陈芳宇 他同时也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来跟我们聊一聊 跟民调有关的话题 选举结束了 本来说要翻开新的一页 但想想不行 有一些重要事情还没有聊完 我们又把它翻回去了 而且我们翻到很前面 翻到非常前面 我们今天的访纲题目 甚至还有蓝白荷浪6%到底是什么 你看我们翻到这么前面 我们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 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因为在选举的这个选战当下 去聊这个 第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激情在头上 不是我们已经听得懂 而且又会被说 我们又要帮谁讲话之类的 我跟你讲 在过于激情的状况底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科学理性务实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冷静下来 我们才能科学理性务实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到 我们最科学的 我们动物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陈芳宇教授 大家好 我是大科学家 因为我对柯文哲实在是太了解了 就是他的那种各式各样的讲的话 然后这个到底科学不科学 其实大家都会来问我 国际媒体也常常来问 所以我已经有点 这算职业伤害吗 我觉得 可是我先跟大家讲 方瑜之前已经来过我们节目 对 然后其实方瑜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在名人堂写各种关于 政治科学文章 然后其中有一块就是民调 到底该怎么样来阅读 然后到底要去理解这个民调 它的精准度 对 可信度等等的 嗯 我觉得民调这件事情 本身是一个科学 对 可以这样讲吗 非常科学的事情 其实 其实我应该要学一下 柯文哲的那个套路 就是说 我大学教授耶 我博士耶 你是 你是耶 你真的都是 我还在大学教民意调查 这真的是 对啊 所以 我们今天是成批 来到现场 应该是可以讨论一下 那 民调真的是很科学的事情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聊民调 聊民调 那因为选战已经结束了 回头来聊民调 这个时候大家 也更容易听得进去 听得懂 也比较不容易被带上一些 奇怪的一些误解 反正选举的结果已经 对啊 明确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盘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比较 就是我们选举过程中 曾经出现的各式各样各家民调 跟最后的选举结果 我们用最后选举结果来看 到底这些民调怎么不准 或者是我们要如何说 他不准 才是有道理的 我要批评他 总是要批评有道理 也不能说 赖清德拿40% 这家民调没有说赖清德40% 他就是不准 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那到底按照 这个学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 一家民调 是准的或不准的 那教授会怎么看 其实这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太有办法 从结果来推 预测到底准不准 因为任何的预测 比如说封关民调是10天前 那你怎么知道 这10天内有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也不太能够用结果去推 但是我们做政治科学 或者做民调 其实是要从他的方法论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遵守 某一些的这个科学的方法 那民调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要 想要探讨大家的这个 政治的这个态度 可是我们不可能 每个人发一个按钮说 叫你按 全台湾2400万人 然后这个选民有1900万人 不可能1900万人 全部都调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当中 抽取其中一些人 然后来去推估 所有的人的这个态度 那要怎么抽 那这个是就是有一些学理的这个 我们就是说 要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 要在这1900万人当中 你要尽可能的 让每一个人被抽中的机率 会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随机的抽出1000人 那你就是这1000人 就是可以 就等于是1900万人 等比例的缩小缩小 缩到这1000人当中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随机抽样 才可以让你这1000人 具有代表性 就是说你这抽出来 这1000人当中 是可以去推估到 整个1900万人选民的 这个态度的这样子 所以关键是抽样的方法吗 我觉得是 因为民调 其实最重要就是抽样 你要怎么样去 接触到这些选民 然后呢 这是有很多种 不同的这种抽样的方式 比如说 这个要用电话的方式 用这个手机简讯 或打手机 或者是这个 网络上调查方式等等 你要想办法去 接触到这些人 然后从当中 去抽中某一些人 去问他们的 这个态度这样子 那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先讲一个 这是被大家认为 施整最多的 就是街头民调 若玉对街头民调 很有意见 很有意见 对 方语 你会觉得街头民调 一定不准吗 街头民调 根本不叫做民调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 跟本性的否定 不是 他没有任何的抽样可言 你就是道路上 随便遇到人 就问他问题 这样子 那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你今天 跑去台北市的大安区 你再怎么样问 通通都是中国国民党的人 比如说你去跑去 新店区 你再怎么样问 也通通通都是 中国国民党的人 对不对 就是你几乎问不到 就是那个地方的 这个选民之外的这个人 因为他不是一个 随机的抽样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人 你想要访问到 赖兴德的选民 就是访问不到嘛 那所以说街头民调 根本就不是民调 街头民调 其实他等于 只是一个访谈而已啦 那所以他其实 我自己就不觉得 他叫做民调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很多煞有其事的 那种街头民调 都宣称说自己抽样多少 那不是不是不是 你根本没有抽样 你抽样 你必须要知道 所有的选民在哪里 然后整个名册 然后你从里面去抽 你只是到街上去 然后随机的遇到这个人 随便的这个 遇到的人 就就就访问他 那个不叫做抽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有被抽中 同样的这个机会 OK OK 这解释非常非常科学 因为关键其实在抽样嘛 其实就像刚才方宇讲的 你能不能让所有的选民 1900万个选民 用等比例的方式缩小 缩小才到那一千 去抽样那一千 去做会比较准 你有地理位置的误差嘛 但会不会还会有个误差 这我蛮好奇 他比如说 隐性跟显性的选民 他比如说 会不会有些的 我支持某一个人 我会比较容易表态 跟我支持某一个人 我比较不喜欢表态 这个也会造成落差嘛 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哦 因为在这个 比如说假设 我们现在都知道 就是柯文哲的这个选民 他的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那比较年轻的选民 他是比较容易表态 这个是 应该是一个 蛮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 因为我们爸妈辈的人 他们从小到大 是生长在这个威权时代 对 所以他们都会被教导说 最好不要多谈政治啊 然后最好不要让大家知道 你的政治倾向啊 就是那种 人人心中有一个小警长 那种状况还有可能嘛 那年轻一辈 比较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说 你到街上去 随便会遇到一个人 问他问题 问他 你总统要选谁 其实年轻人 比较容易表态的 这应该是有 很明显的世代落差 所以你可能 那些做街头民调的人 去访谈到 就是柯文哲的粉丝 就非常热情 他跟你讲超多 然后你就捡起来 就很开心 就说哇 这个素材超多 然后捡起来 好像到处都是柯粉 其实只是 我觉得是有一些 这个表达 这个意愿上面的 这个差别的 可是手机跟世话民调 里面不是也会有 这个未表态率吗 它不是也会反映在 手机跟世话里面吗 手机跟世话的问题 比较是 就是你能不能够 接触到这群选民的问题 因为像目前 这个 越来越少人家里有 室内电话 像我租屋的地方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身装 就觉得用不到 没错 就是说 你只有手机的这些人 跟你只有世话这些人 跟你同时拥有世话 跟同时拥有手机的人 这是三群不同的人 是 然后这个 你只有世话这些人 是越来越少 然后这个 为手机组 就是你只有手机的人 是越来越多的 可是 这个比较吊诡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 其实 世话民调 反而比较准 对 因为这就是 我觉得这次 大家心中很大的疑问 就是对啊 为什么大家都已经没有世话 但世话好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其实政治学的研究者 还在讨论到底为什么 不过 大致上的理由 是因为世话 还是依照地区来做分类 OK 也就是说 世话的这个分布 就是地理区的分布 其实还是比较平均的 那你手机组的话 其实你是不知道说 这个拥有手机门号的这个人 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要去这样子做抽样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 你到底抽到哪一群人 他有可能都是集中在某一个年龄层 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区域 可是你不知道 这世话的话 就是还是根据地区来做抽样的 所以还是比较准 就是说纯世话的这个民调 就是 其实 这个其实必须要提到的是 洪永泰老师做的研究 台大政政系退休老师 洪永泰老师 他做的研究 就是还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世话还是最准的 不过 当然因为世话现在能够 cover的这个 总共的这个选民 大概只有一半 大概50%而已 所以你有另外一半的人 永远都抽不到 那怎么办呢 就是现在的 折中的做法 就是可能 你有一部分的是世话 有一部分的是手机 那但是这个比例 到底该怎么样 其实现在还莫衷于世 就是说你不知道说 到底这个比例该怎么样去调配 我有个小疑问 因为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拥有世话的客群 投票率其实比 只有手机人更高 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因为好比说像这次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年轻人投票率是比较低的 可能我们讲世话世代的 可能就是50岁60岁以上的人 他们的人口又比较多 投票率又比较高 所以调查他们的准确率 其实更高 有没有这样子 有人提出这样子的argue 过去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不觉得年轻人投票率 是有特别低 因为最近几年 尤其是上一次选举 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年轻人投票率蛮高的 就是说以前 可能就是 每一个10年为世代的话 每一个10年可能会 差个5到10% 就比如说从70 60 50这样算下来 就是大概会有这样 5%到10%左右的这个差距 可是现在这个差距 其实已经慢慢在缩小 OK 所以其实年轻人 这几年你说 年轻人投票率比较低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不见得是事实 所以当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柯文哲 这节目可以批评柯文哲吗 对不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这节目就是 谁都可以批评 而且我最近 因为批评柯文哲太多 我被观众骂 对我们节目 有点 我们节目有些人不开心 因为我们节目的听众 他们希望听到的是深度的讨论 那我们就来深度的讨论 只要是深度的讨论 批评谁 大家都买到 那以你的程度 你批评柯一定是深度的 对对对 因为柯文哲他这个 这次选完之后 他就说 民调是不准的嘛 然后他就说 因为年轻人都没有出来投票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我们当然还在等 中选会的数据 但是从上一次来看 2020年的时候 年轻人投票率 没有差那么 几乎是一样的 跟其他世代其实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 你说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中选会是自己会公布 年龄层的投票率吗 会会会 他们之后会公布 但不会那么快 因为那个可能还要算很久 对可能还要计算一下 而且照柯文哲的说法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 40岁以下年轻人 没有投票的人 全部都加进去给他 其实也不会翻盘啦 对不对 就百分之百算给他好了 也不会翻啦 OK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是逻辑上的问题 所以意思是说 第一年轻人 其实没有不投票 是 第二就是说 到底世话跟手机族的 那个投票率什么的 这其实也很难算 OK 对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 直接问他说 你你有没有去投票 你会不会去投票 大家都说会啊 会啊 我会去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 这样子算了 所以这个就只能够 推估而已 就是参考这样子 那这样 如果我这样子言呢 像纯世话的代表 是美丽岛民调 那美丽岛民调 他选前封关前 我看一下 12月30号的时候 他公布的民调 是赖金德39.6 这个跟赖金德 最后拿到40.5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可是他公布的 柯文哲只有18.9 可是柯文哲 实际的票率是26.46 所以差了快8% 那很多人就是说 那你看柯文哲 在这一块 他显然 四话就是 他会有一个 8%差距出现 已经超过误差值 对 那是不是就会说明 四话真的是 一定程度上会失准 我不这样觉得 因为我有看了一下 就是说 手机的比例越高的 越会低估赖金德 就是说 会一样状况出现 一样状况 就是说你每一个民调 都会有 每一种方式 都会有一些 系统性的那种偏误 那个是本来 就是会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 所以你不能说 就是一定 比如说手机 就是要多一点 或什么 就这其实是 很难这样去算 所以其实我们 看一个民调的时候 会怎么看呢 就是第一 你要看他的趋势 趋势 比如说 这个候选人的趋势 是在上升 还是下降 这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那其实柯文哲 它其实是 美丽岛民调 呈现出来的趋势 就是它是 缓步上升 就是说 在最后的阶段 它其实是缓步上升 所以其实你看得出来 那当然还有 这个未公布的 这个封关后的 这个民调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其实是蛮接近 真实的啦 OK 美丽岛他后来 有公布封关期间的民调 他没有公布啦 他没有公布 但是因为这个 我们就是做研究的人 都会去想办法去 去问 好去问 然后就大概那个数字 还有很多其实 媒体记者们 他们其实也会知道 各家民调的那种状况 其实很多人 封关期间还就继续做啦 OK 对啊 这是一定要 因为你就像是 各政党也需要嘛 就是你要 根据这个民调的结果 哪边需要抢救的啦 然后这个你要去 设定你的这个策略嘛 是是是 所以你是需要 很准确的去估算的 OK 所以其实就你 所知道的 封关民调 大部分跟最后实习得效率 其实没有差太多 就是说那个趋势 是没有差太多的 当然那个 那个数字会有高有低 所以我刚才说嘛 就是说你要去算说 每一个方法 甚至是每一家机构 每一家机构都会有 这个系统性的偏误 例如说 有一些偏蓝的媒体 它系统性的 就会高估国民党 OK 我们要怎么样去估算 很简单 你就把它调低一点 就是你看到这个民调说 假设国民党是35% 你可能就觉得说 过去他可能都高估个2到3 所以往下面调一些 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长期去看 就熟悉说有一些机构效应的话 其实是可以 还是可以大概知道 那个状况的 我补充一下 就是美利岛 他1月14号 他又把封关期 这些的民调 全部公布出来 所以是查得到的 那他最后一波 是在1月11号到1月12号 就大选前两天做的 那大选前两天做的 他预估得票率 赖销配是 38.9至41.3之间 所以是准的 然后国民党的 侯康配是 33到36之间 那也是符合 最后的结果 那柯文哲是 柯文哲跟吴欣赖是 24.5的27%之间 也是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很神奇 就是纯式化的这个结果 其实 其实跟最后的开票结果 是很吻合的 他开出来的预估期间 是都有命中 现在看起来最不准的 就是街头 好了 街头民的反应 街头不是民调 因为街头 我们已经用科学的方式 就说他不是民调 因为他不符合随机抽样 是是是 因为我们必须要随机抽样 我才可以把2100万人缩小成 譬如说2100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会通常会说 我们做民调是做量化的 量化的这个评估 但是街头民调 这个叫做访问 这其实是直化 那直化你不要把它硬 把它转成数字 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直化研究 也是有直化研究的意义 你不能 我们不能说街头民调 完全都没用 因为街头民调可以 显示出 为什么一个人 受欢迎或不受欢迎 你去看说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投科文哲 一大堆的人 就会说 要超越蓝绿 我觉得他很有趣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形象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 你可以从街头民调 或是各种访问当中做 那就我所知 其实各个政党本身 也都会自己去做这种访谈 OK 那很多是 那种焦点团体 就是说叫一群人来 你觉得我们 这个政党的 这个形象是怎么样 哪一个政策 对你来讲是最有感 然后怎么样 这其实这个政党本来就需要做 你这样才能知道 真正的民意是怎么样 OK 所以今天叫做街头访谈 街头访谈 对 不要叫民调 但是叫访谈 对 没错 感谢陈老师 帮他们 这个 重新诠释一下 对 这个在这个 社会科学方法上 就是有量化跟直化的差别 我上一集就有说 我觉得他们就是 直信的访谈 也是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对啦 我觉得 我觉得必须要 再插话一下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网站 或甚至是网红 他们也会宣称自己在做民调 他们做民调的方式很有趣 就是把自己 来自于网站的人 就是问他们这样的问题 然后像这个 馆长就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说馆长 馆长就说 其实法白也做过 IG限中就可以做 但我没有宣称 但我没有宣称自己是民调 那个绝对不是民调 那只是一个 取暖 自己的 就是你 就等于你只是问你自己的观众 到底你的看法怎么样 像馆长就说 馆长这个超有趣的 他就说我的我每次做民调的时候 都有95%讨厌赖清德 那怎么可能现在赖清德 还有40%的这个支持率 然后 可是因为喜欢赖清德的 就不会去看 没有错 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 但是他就说宣称 我就是做民调 我的民调 而且他还说 我的民调有4万人投票 你那个才1000人 那个就是那个抽样而已 那我的比你多40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4万人 本来就是 全部就是讨厌赖清德的集合 对 你在怎么样问 都是讨厌赖清德的 OK 那不叫做民调 那也不叫做抽样 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还发生在很多其他的这个 像最近这个 岩上的这个萨泰尔 他们也有做 就是 我还有特别去留言 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对自己的这个会员做 然后做出来 就几乎全部都可粉这样 然后不是全部啦 大概50%吧 然后所以他们说出来就说 我们是根据我们这个抽样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代表什么 有3%的这个抽样误差这样 我就我们就去 我还有一些做这个民调的这个朋友 就去留言说 你们根本没有抽样 不要宣称自己有什么抽样误差 OK 对啊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抽样的意思 是很专业的 是很专业的 抽样的意思是说 你要对整个母体去做随机的抽样 从随机的方式 从母体当中抽出 一部分的人来做问他这个问题 那我能不能反过来说 萨泰尔跟馆长 他们的母体一开始 就不是代表全台湾的母体 母体就只有他们的观众啊 所以他们不管怎么做 都不可能代表全台湾 都不可能推估全台湾的这个名义 你顶多只能宣称说 OK 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群当中 有50%要投科文哲 这是OK的 可是你不能宣称说 我就是抽样啊 我的民调就是代表这次大选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关键就是 这个民调 它进行抽样的母体 有没有代表台湾的代表性 没错啊 OK 我觉得这是 这是今天 出注招 第一个重要的take away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方讲很清楚 不是我问大家词词谁 这就是民调 no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没错 不然我今天在法科电台问 大家比较喜欢谁谁谁 对啊 那也只能代表法科电台的听众 如果在法科电台问侯康佩 大概连3%都拿不到 对 对啊 那 这就很明显不准啊 因为这个母体就是有问题 那如果贵姿跟洛义配的话 可能就 90%几 打败赖清德 对不对 你们都还 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年龄 还没有办法登记参选 对 要40岁 要40岁 宪法规定40岁 我快了 我快了 我稍微还早 OKOK 好 那翻开这一页的话 翻开这一页的话 那手机视话看起来 目前也不会是影响民调的一个很 很关键的因素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问 那为什么柯文哲的内参民调会失准 其实不只是柯文的内参民调 其实各方的内参民调 我选前听到的 跟最后的实际结果都落差很大 对 我们选前也有想办法打听到一点点 那不能讲的数字这样子 但是 现在新闻话题都是 摆在说柯文哲的内参民调失准 所以要抓战犯 要抓黄珊 还是要抓陈志涵 就反正来讲 就是大家那时候听到的什么选前 各方面内参民调 就是柯文哲第二名 对 没有 这跟我听到的不一样 OKOK 应该是说 黄珊珊在节目上说 柯文哲内参民调是第二名 还有出来巩固军心 好 这件事情呢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候选人 都会宣称说自己会赢 OK 那这件事情对选民来讲很重要 因为选民会避免把票投给那个不会赢的 像我这种投时代力量的很少见 我也投时代力量 真的 今天时代力量多数 真的 时代力量选前有一个各界社会人士 请时代力量 有陈教授 我没有在那个 但是我是有转发 对啊 就是他有列 你没有来会议 你没有来现场 可是他有列一感谢清单 不是说那感谢清单上 他有放你的名字 OK 还有呱吉等等的 对对 这个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再另外开一个 这个节目来谈这个小党 不过我今天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重点应该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讲说 民调自己会赢 有可能会赢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选民 其实是会看那个状况去投票 就是你不想要你的票被浪费 像我们这种左胶 就是那种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当选 然后还去投的 这种比例其实比较低 目前正名不到三趴 还是还是有的 但是比例比较 坚持价值的人 就是觉得要给他一个鼓励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 你还是会投给那个 不太可能当选的人 这个还是有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会受到民调的影响 就是说 为什么柯文哲说 他要第二名 是因为他想要吸国民党的票 国民党的票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柯文哲好像比较会赢 所以我就会投给他 就是要操作这种气宝 那这个是不是表示说 很多选民他在投的 不是投他自己喜欢的人 他是他投 最有可能 他投一个房子 他讨厌的人当选 这个是很正常的 本来就是这样 民主国家本来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完全你最喜欢的人 跟你最 但是你要找到一个 最讨厌的人 蛮容易的 你讨厌赖清德 比喜欢活友宜简单 对对对 这是对很多人来讲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都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 所以说 全民想要策略性投票 想要避免浪费选票 然后避免这个 最讨厌的人当选 你就去选那个 没这么 没这么讨厌 也没这么喜欢 没关系 但是你就是可以让 那个最讨厌的人 不要当选 OK 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所以说 民调这件事情 就变得很重要 你必须要告诉大家 说服大家说 我有可能会赢 所以大家才会投给我 那其实我觉得说 民众党一直公布 说什么内参民调 自己第二 我觉得很简单 你就把内参民调做的机构 然后做的方法 抽样的方法 那些资料全部公开出来 让大家检验 看看是不是真的 他们其实不敢公布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们的这个 委托的单位骗他们 就是为了要让这个老板开心 就是做出一个 比较好的数字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是 民众党真的知道 自己其实没有第二 但是要宣称自己第二 你才能够会 才能够去吸引 七宝那个侯友宜 对 那如果是第二种状况的话 我觉得就很可恶了 因为你不能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宣称自己会赢 你可以说 我们现在趋势就是 怎样 可是你不能说 我有一份民调这样子 不能骗 你不能用骗的方式 告诉大家有一份民调 所以为什么我们封关民调 这个前十天 前十天 其实也是要 防止这种 防止这种 就是你拿出来骗 你如果在最后关头 拿一个说 你看我差了一趴 其实你还差十趴 那就不行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 封关十天的这种 我自己觉得不太合理 但是为了就是防止这种 拿出来骗 封关十天 这个是国际上 比较少见的按作法吗 很少见 很少见 对 那你可能 有些国家会封关个 一两天之内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不会 是可以一次持续 封布到选前 对 因为我们会相信说 大家如果你要公布民调 是真的 你必须要是真的 而且你要公布出 你做的方法 然后这些 甚至你要公布 你的原始数据 那现在柯文哲 他们政党就说 我要我们原始数据 就是那个数字给你看 那不叫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是你每一笔 每一笔他的回答 或什么 那个叫road data 就是那个 每一笔这个民调公司做出来 然后每一个时间 什么都要有 那这个才叫原始 这个才叫科学啊 那我自己是觉得 猜测是 他们拿出来骗的 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 因为这个 民调这件事情 只要你认真的做 用科学方法去做 其实基本上 不会差太多 不会差到这样 差十趴 你还觉得你会赢这种 这个太离谱了 OK 那所以我觉得 他们可能真的 有点在故意说 故意拿这个 那比较麻烦的是 他们拿这个民调 还去骗自己的支持者 说我们就是第二 那如果被 没有第二或第一 就是被作票 这种就是 非常严重的造谣 我稍微帮黄国昌 讲一下话 因为黄国昌 选前的时候 我看到访谈 就是他很小心的说 我相信科主席会赢 他就是没有特别说 根据什么东西 有有有 有吗 我要 我要纠正一下 你家被仓粉哦 我跟他仓粉发言 来来来 有有有 他有说 而且他还被人家截图 真的哦 他有在某一个节目上面讲说 根据这个民调 我们就是 现在就是第二啊 难道我们会 做假民调来骗人吗 难道我们会这样浪费钱 做假民调来骗自己吗 他有讲过 有他有讲过 不会做假民调骗自己 对对对 而且你看 我想帮黄国昌讲话都没办法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数位时代 数位时代 反讲过必留下痕 不能说我是长黑了吧 反正我们不能说我是长黑了吧 那你要当仓粉吗 我 不是 对不能说我是长黑吗 我帮 我帮这个黄国昌讲话 但还是失败 陈教授已经纠正了 对不对 刚才这段没有说好 这证明你没有娇华可能性 对 对所以 anyway就是我觉得 他们一直宣称什么 内参民调自己最准 然后而且你看 柯文哲还说 内参民调不准 是因为年轻人不投票 哇塞 这个就是更 更奇怪的这个解释的这样子 好啦 等中选会公布 各年龄层的投票数据之后 就知道年轻人 有没有不投票了 那我问一个小问题 那你觉得有没有气爆 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 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是赖清德 都比他政党票 多60万 我们可以 我不知道这样解读 政治学上合不合理 就是政党票 就是你这个政党的核心支持者 对那 那因为后选人只有三个 所以他会当然票比较多 但是侯友宜的票 比他的政党票还少 那会不会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原本想要投侯康 但是觉得柯文哲还会赢 所以转去投柯文哲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还是目前这样看不出来 各种可能性都有 只是比例高低的问题 绝对会有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是投的 这个国民党支持者 然后投的部分 去投给这个柯文哲 这种状况都是有的 那每一个区域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我自己是觉得 总体上来看 气宝不明显 OK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不明显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柯文哲的支持者都非常死忠 对 他不太可能放弃柯文哲去投给其他人 因为柯文哲长期就是 阻挡烂绿一样烂 那只是他也不太能够解释 他为什么要去蓝白河 蓝白河签了六点协议之后 他就哭成一片 阿伯很委屈 对这很有趣 所以后面都要宣布 义无反过拼一次 没错 自己支持者都要崩盘 马英九 你没有想到有今天吧 马英九才没有想到 他会有军阅那一天 然后 所以第一 柯文哲支持者 不太可能弃阿伯而去 这也是我跟洛威 一直以来的想法 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柯文哲支持者 愿意把票转到国民党那边去 那不可能的 而且第二就是 其实国民党 也没有在主打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这个一直还是在攻击 赖清德 你如果要 赖皮疗事情 你一直 我不太懂国民党的这个策略 到底在想什么 你如果要诉诸弃保的话 应该是要说 自己有多强 自己的理念能够包含 柯文哲那些阿什么的 然后去 去跟他 这个喊话阿什么 结果不是 结果是 什么韩国瑜跳出来说 柯文哲不会赢阿 对 等于是直接跟那个民众党在那边 对杠这样子 然后那 所以你怎么可能弃保 你就是 被民众党人讨厌嘛 那就不可能弃保 那第二个就是 反过来看 国民党的支持者 有没有可能去投柯文哲 有哦 但是不多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你 国民党其实还是在 那个地方组织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的强 强 那这些地方组织的人 其实是靠人情网络啊 等等去投个国民党 那你 你柯文哲就是没有地方派系 然后也没有地方的组织 对 柯文哲在地方上 直接跟各地方黑道合作嘛 那全部都国民党的 对没错 他们有什么理由 你柯文哲又没有给他好处 对 对对不对 有什么理由那个 那另外还有一群 所谓的浅蓝 浅蓝是怎么样的人 就是中华民国派 嗯 然后那些浅蓝其实是 会失望不出来投 嗯 他们其实 不见得 你叫他们投赖心得 他们可能投不下去了 对 对 但是 他们其实对国民党很失望 然后你说 摆一个韩国瑜在那边 他其实不愿意投 对 上一次其实他们就不出来投了 对 这一次你又摆一个更弱的侯友仪 然后又一个更战斗的这个 造造 其实他们就是失望不会出来投 嗯 所以你要叫他们投柯文哲 也不可能的啦 嗯 所以其实气宝这个状况 其实很少发生 但是但是 在 呃 不反对支持者 在总统票投 那个柯文哲 然后在立委选票 就投这个国民党 他在台中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其实卢秀燕是操作这个操作最成功的 哦呦 所以他是蓝白和高手 对 他是蓝白和高手 就是说你一方面不要跟 柯文哲撕破连 然后你一方面又不要直接的 违反党纪去跟他合作 所以最后什么 他就是用拍影片 嗯 就叫柯文哲拍一片 一大堆影片跟那个 呃 国民党的候选人合作 嗯 然后等于是整个 白的选票 在地方上 全部灌到蓝的 也没有全部 就是大部分灌给他就够了 对 对 因为 因为民党在台中输得很惨 输得很惨 对啊 就只有 何欣存跟蔡其昌是稳的嘛 啊 何欣存那一区本来就偏绿 然后蔡其昌是已经经营很久 他也算比较强的 他也不是蔡其昌惨胜 他只赢 蔡其昌 其实何欣存也是产胜 对 他其实也算产胜 对啊 只是他那一区本来就 比较稳一点 对啊 其他全部掉嘛 对啊 所以这其实是 所以很多人才会说 卢秀燕看起来是 下一次是很有机会 再往上爬的 但其实 其实你仔细去看 其实卢秀燕也没有 他的 他就是手腕很厉害 你也不能说 他有什么理念 没有 他就是操纵那个 克文哲的选票去投给那个 他其实看得很清楚 对对 就是说你克文哲的选票 你总统票要投 侯友仪不可能啦 对 那但是 那就跟他交换 跟他交换嘛 那就可以 就是那个 很清楚的讯息 就是说OK啊 那就立委就投国民党 嗯嗯 真的他真的就这样成功啦 对对啊 哦OK 精彩啦 精彩精彩 对啊台中这样子 蔡碧如不是说 克文哲的面子都拔不出去吗 对啊 蔡碧如不是尾牙没有被腰吗 爱丽莎 爱丽莎跟管长不都去了吗 对啊 然后 蔡碧如没有 这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有点难过 后来 后来不知道 好像有人在那个政论节目上说 那个叫做北部感恩餐会 之后会有中部跟南部 OKOK 但大家结论是 蔡碧如反应并不像是 哦 我要去中部的是北部没有去 对啊 对啊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欸 对啊 但是这其实也是很克文哲啦 因为他 他对他的所有的伙伴都是这样的 就是过河拆桥 翻脸跟什么样快 然后 然后其实蔡碧如其实也 我觉得他也过于诚实啦 他说什么在 这个地方上 这个 在地方跑选战的时候 克文哲是票房毒药嘛 就是没有人要拿他的面子 对啊 就是你就是没有地方的根基嘛 那 那所以 这个 卢秀燕才能操作总统 总统投 克文哲的那些人 他其实卢秀燕就是诉诸于那些总统投 克文哲的那些人 OK 然后你在地方上的这个立委 就是投给 就是投给国民党 哦 了解了 对对对 那因为国民党的人本来就是会投给国民党嘛 那不用 就是动员 只要把他们动员出来就可以了 就把民众党立委票被吸过来 对没错 去保住国民党立委部分的江山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次很成功啊 对啊 庄竞成也掉啊 张辽万坚也掉啊 就真的是 张辽万坚那个是最成功的 对 因为张辽万坚算是民进党的这个形象最好 对 地方服务也非常棒 而且他也有非常有很多推行 很多很有理念的 对对对 政策教育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教育的工作者 就会还蛮有感的 那一席应该是最意外的 嗯 庄竞成那一席上次应该是对手 省智慧 实在是去自保 那一席本来就比较难 对 但所以这次换 那我们继续再往前翻到更前面那一页 我们翻到蓝白河的时期 嗯 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民调的 会有一些民调的知识 在我龙子上面 方方面讨论 那我们先来调几个名次好了 当时在因为当时 克文哲坚持要做全民调 那很多人就会说 全民调是国际上少见啊 什么什么的 那到底全民调是什么意思 就民调为什么还有全民调 民调不就是全部吗 所以这是大家的困惑 全民调的意思是说 全部都用民调来比 这叫全民调 意思是就是 呃在初选的时候 其实台湾是独步全球 只有台湾是用民调的方式来决胜负 OK 那所谓全民调就是说 我们完全的使用民调的方式 就是两个人谁比 民调谁比较高 谁就代表那个 那个政党来参选这样 这叫全民调 可能很多听众很意外 原因就有台湾这样做 大家可能以为 就是原来都这样做 那不然其他国家初选怎么选 初选通常都是党员投票 党员投票 那那 但是这个党员的定义 就蛮有意思的 例如说在美国 你可以自己去登记 你要选民主党的初选 还是共和党的初选 因为他们是柔性的政党 对那在很多国家 那就是你有党籍的那些人去投 所以那个通常都是党员的去投 那美国其实还 每一个州的初选不一样 有些州是那种 就是党团会议制 就是有一些 先由民众选出 那个党团的人代表 那些代表他就选出来 这样子 这个叫做 这个党团 我不知道那个中文要怎么翻 但是就是党团代表制之类的 对 总之初选方式有很多种 只有台湾用民调 只有台湾用民调 那所谓的全民调意思是说 因为那不全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台湾有些地方是一半民调一半党员投票 例如说这次在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党内初选 像是徐晓鑫 赢了废宏泰 就是又有民调又有党员 就私心裂废的这部分 对对对 就是就是他们有一半 还是那个比例不一样 比例就是那个 那为什么民调 全民调这种方式这么少人使用 但是大家却还是一直用呢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制度没有绝对的好或坏 只要大家都遵守那个规则 就是好的制度 所以当时金浦中这个阵营 就侯友宜他们当时派的是金浦中出来谈嘛 他们不是说要举办 那叫什么 就是模拟投票概念 假投票 假投票 我忘记他的名词是什么 反正就是他在 怎么全国各地设投票站 让民众来投票 他其实就是跟美国的 就比较类似党人初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国民党有地方组织 所以动员很强 优势啊 所以你在怎么投 柯文的那个地方就是零啊 所以你在怎么投一定都是 都是侯友宜会赢啊 那所以 每一个政党当然都会采取 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他们就要去谈嘛 所以柯文哲的方式 当然是要全民调 因为他最强就空军啊 他没有陆军嘛 对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样子 OK 所以全民调指的是 初选的方式全部用民调 对没错 那这个民调又分成 对比式互比式 那这个又是指什么 对比的意思就是说 各自看各自的这个支持度 比如说 我就问啊 就是大家就是觉得 谁最 你觉得谁 你支持谁来选总统 侯友宜 柯文哲 那柯文哲 百分多少 侯友宜百分多少 就这样 然后看这个数字高低 这个就是对比 他们直接对比 他们两个对 那这互比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你去问问题的时候 问说 相对于侯友宜 或这个 你喜不喜欢 这样 就是说你要跟党内的这个 就是同样的这个候选人去比 就是说 我现在用柯侯 对上赖销 跟侯柯对上赖销 这样子其实是 这个才是互比 就是说你看看 你在前面的时候 这种状况 的支持度会不会比较高 就等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了 那是对比 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就是在不考虑其他人状况上 你能够拿到多少 这个支持度这样子 就是互比 是不是把另外一个因素放进来 比如说 赖销的放下 党内的 党内彼此的这个 就是说 简单来说 就是互比是 你自己跟党内自己的这个人 要不要一起比较这样子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做法 他差异在哪 要不等你一下 那到底哪一种比较准 或者是他的选择上 到底要用什么样 我怎么知道 今天要用对比的 会比较适合 或用互比的比较适合 再强调一次 就是每一种制度 都没有绝对的好或坏 只是端看大家有没有同意 所以只要让大家可以同意说 大家都要用这种方式 那就是最好的制度 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很有趣 有的时候 甚至是有些区的民调是 有些区比初选是比互比 有些区比是对比 这个都是要看各阵营 去谈出来说 到底最后大家决定 要怎么比这样子 他们瞧出来 他们OK就好 所以举例来说 就比如说我假设问 我就我今天问说 好那今天这个立法员选举的时候 如果是以下的候选人 你会投给谁 1.徐晓鑫 2.废宏泰 3.许舒华 4.吴怡农 5.什么要这样 5. 这样子这样 5.求威姐这样 随便这样 好所以这个叫做对比 他们就自己比自己的 对对对 就是整个这样直接去问 这叫对比 如果是互比的话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政党 是用这个 徐晓鑫来对上这个 徐书华 大概会多少 然后如果今天我们是用这个 废宏泰来对上徐书华 你会投给谁 这样子 那个就叫做互比了 就等于是说 你自己 在你单独选的这种状况下 会得到多少 跟对 你的这个 竞争对手 就废宏泰 他如果是单独选的会得到多少 这个叫互比 OK 你要跟他 你要跟你的竞争对手比 比看看 谁能够 在那个选举当中 胜出这样子 OK 所以他取决于问问题的方法 对啊 就是这个 取决于问问题的方法 但是 在他的这个计算 到底谁赢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 因为 这个就是说 只要是抽样 都会有抽样误差 因为我们 这个是 这个是统计的 这个原理 但 但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 推估的嘛 那你是要从 这么多的这个选民当中 抽出部分的人 来问问他问题 那这都会有 抽样误差的问题 那 到底 如果是对比跟互比的话的 那个 计算抽样误差的方式 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 比如说 假设在这个 呃 我们说 在对比的情形之下呢 在 呃 如果抽出 1000人左右的这个样本的话 抽样误差大概 大约是正负3% 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算出来 你30% 然后你得到 30%的支持度 你可能 真正的支持度 是落在 33%到27%之间 可是 如果当 最后另外一个人 呃 也要加入这个战局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你就必须要用别的方式来计算这个 呃 抽样 就是到底有没有超过那个 超过那个 呃 抽样误差 必须要有超过抽样误差 才能够说 你真正的有赢 好 比如说 我今天抽出来是30% 你另外一个对手 抽出来28% 我们要经过一个对 对照去计算说 到底30有没有真正大于28% OK 对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在台湾大部分的民调都没有这样算 嗯 意思是说 我今天30% 你今天28% 我们不管抽样误差 反正我就是赢你 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子算的 所以这个也不对 所以从统计上不对 可是 大家为了避免麻烦 避免争议 大家就是同意的用这种说法 就是说 好啦 那就是30大于28 那我就30的 反正那个数字一字定降三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就不会去看这30%的上下误差 什么误差区间 跟28的什么上下误差区间 两者的距离们拉开到 对对对对对 已经完全没有误差的问题 对 所以 所以 这可能很违反直觉 数字做出来30%支持度 没有绝对大于28% 没有 没有 我们要去看说 有没有算过那个抽样误差 之后看有没有真正大于 那 这一次这个蓝白盒 我们回来说这个蓝白盒 就是说到底他们就是在争吵 让6% 到底多少才算是 有大于这样 也就是说 过去我们就直接比数字 比大小 今天你做出来30 我28 OK我算你赢 对不对 可是他们现在没有 所以现在是柯文哲阵营 自己先讲 自己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有趣 他们自己先喊出来说 我让你啦 柯文哲说让3% 柯文哲阵营自己说要让的 就是说 我先让 就是说在抽样误差内 这个抽样 百分之三 这个抽样误差 那个这个3%之内 之内的话呢 通通都算你赢 算看完侯友赢 然后呢 后来又反悔 他就说没有这样算的啦 是怎么 国民党的阵营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什么 要真的要 百分之多 我已经 我自己都被他们搞混了 因为他们的说法 就是都很奇怪 他就说 不是这样算啦 我们必须要 但这在6% 这才可以算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到国民党那边 就变成让6% 然后民众党就说 怎么变让6% 这个太吃人够够 然后就义无反过拼一次 整个戏就这样演 而且他们也很有趣 他们就找了三个 那个民调专家来这样子 民调专家其实也就是 根据他们说的 你说OK好 我们就帮你检视嘛 我帮你算那个抽样误差 到底有没有 显著的大于 那个抽样误差 然后算出来就是 投友赢啊 然后就民众党就 不开心啊 就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抽样误差 不是这样算的 因为刚才另外 他们就发明了一个 新的抽样误差的算法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他们也科学 他们也科学 他们是科文者的科学 这样子 所以 当时那个 先用比较学历的讲法的话 所谓那个 让三趴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只要误差在三 误差在三趴内 就视为 侯友以赢 是用误差概念来想 没有超过抽样误差 意思就是两个人平手啦 对 然后科文哲就说 平手算你赢啊 科文哲自己说的啊 他说平手都算侯友以赢 那重点是 那到底要怎么样 才赚这种超过抽样误差 然后那个 就是大家就开始 在吵这个 这个定义到底是多少 这样子 其实我到底都还 搞不太清楚 对 因为我一直说 好比说假设今天 侯友以赢出来 31趴 然后科文哲是28趴好了 那这样谁赢 还是要看抽样误差 对 对你要带入 抽样误差是怎么算的 你要带入那个样本数 OK 然后这个 对就是去算说 到底有没有赢 但是3趴通常不会 不会有 不会超过抽样误差 OK 所以误差的意思是说 今天假设侯友以赢出来的 民调是30趴 他真实的状况 应该会上下有3趴的 大概是 你可以这样子 最方便理解 就是说 其实误差不是一个误差 不是一个错误 大家不要看他这个 说是一个错误 它只是一个区间的概念 OK 就是说 你正负抽样误差之后 会算出一个区间 我们是用这个区间来估计说 真实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要说估算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真实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用抽出来 去猜嘛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发一个按钮去问说 你要投给谁 不可能嘛 所以必须要从 这么多的人当中 抽一部分人来问他的 然后来去推估所有 所以等于就这只是 一个区间这样子 我的理解啦 教授可以帮我听 看我理解对不对 因为我也距离 修统计学非常久的时间 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是它这个精准度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知道 真实的状况落在哪里 那假设今天会 做出来30趴 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 30趴期间没人知道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误差区间 所以真实重要可能落在 假设上下加1.5 所以真实重要可能 就落在31.5到28.5之间 对 我们就会说这个区间 是会有预计 对 预计会落 会降落在这个范围 那如果误差区间越小 它的精准度就会越高 对 可是你为了要让 误差区间越小 你必须要抽越多的样本 而且那是不划算的 因为你当 当你抽1000个样本的时候 抽样误差 大概是正负3% 可是你要为了要缩减 这个3% 你必须要抽越多 就是你抽越多的 那个边际效应是越低的 OK 就钱跟时间会花越多 对对对对 所以通常大家都是1000 只有下降一点点 对没错 就有让精准度 再往上提高一点点 没错 所以这个让38 其实这句话 可不可以一开始就说 它其实就不科学 没有什么让或不让 这种东西 因为你其实 你其实两个人 是不是平手 或者是是不是 这个有超过 那个统计上的这个误差 其实你公式带进去 算一下就有了 所以两个人的区间 如果有重叠到 就会说他们是平手 他们是平手 就必须要两个人的误差区间 要完全脱离 完全脱离 对对 就会说这个 就会说同名调上来看 侯友宜明显赢过柯文哲 或者柯文哲赢险过侯友宜 对啊 应该是要这样看 对啊对啊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是要问 那所以让6%是什么意思 对啊 好像 这样知识基地已经清楚了嘛 对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那所以让是什么意思 对那到底让6%要让什么 对是让什么 所以我那种理解成 那所谓的让3% 我一开始 因为柯文哲一开始讲让3%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误差区间 要柯文哲往下解1.5 还大于侯友宜往上加1.5 我一开始理解是这样 但后来看起来 他们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 首先就是我实在是非常的 不太情愿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问题 没有这种说法的啊 就是从科学角度来看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不应该这样子讨论事情 对 就是说你到底两个人之间 有没有差异 是谁大于谁 这个东西你带公式进去 一算就很清楚的 就直接带公式 看他们的误差区间 也没有脱离 而且重点是重点是 也不是3%6%这种 因为你会随着 样本数的不同而有差 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是每一个民调 他所抽取的样本数 不一样 他们各自的误差区间 就不一样 所以3%6% 这本身就是一个 无意义的数字 是 但是好 假设我们就 好我们就是真的退一万步 退不言之 可是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 我们假设 假设今天柯文哲的说法是 他说在抽样误差范围以外的 谁赢就是谁 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两个人差距 是超过抽样误差的话 假设是柯文哲领先 可是他没有领先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也算侯友宜赢 所以国民党就说 好啊 那如果你要算抽样误差 那就是6% 就是加上正负3 然后加上去6% 所以柯文哲只要没赢到6% 都算侯友宜赢 对 意思是这样 但柯文哲就算又反悔了 就是说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应该是这个3% 只要柯文哲 没有赢到3% 算侯友宜的 意思是说柯文哲只要赢3% 就算他的了 这样子 所以这都是不科学的 但反正完全是不是这样 他们就直接 所以一方就会说 我们就直接抓误差3% 所以上下 上三减 上三下三是6 对 就是因为假设我们直接抓误差是3% 表示柯文哲往下减3 都还是可能会有的结果 对 柯文哲往上加3 也是可能会有结果 对 合计就是6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共就是就有3% 所以只能下减1.5 上加1.5 这其中有个关键在于说 因为柯文哲自己同意 平手算侯友宜赢 对 对 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关键 那什么叫做平手 平手就是 到底是超过多少百分比 才算 都还算是平手 OK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30% 对上33% 你会说33%一定赢 没有 我们在统计上 只要没有超过那个超乱误差 还是算平手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看民调不能只看那个 只能看 看民调不能只看那个数字 对 你只看侯友宜33% 柯文哲27% 不是 不能只看这个数字 你要去看 从这个数字打开来的一个误差区间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到底比平手要比什么 对啊对啊 那柯文 其实说让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柯文哲的一个话术了 OK 因为平手算 算 到底为什么他那时候要签这个协议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不懂啊 对 你看 所以你看 为什么平手算侯友一银 虽然我们两个不是柯粉 可是我们就真心觉得 这不是一个很能理解的决策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平手算侯友一银 这凭什么 为什么柯文哲 亲甘情愿还签字 你对得起支持者吧 那时候我在节目不就这样讲 对 不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不懂 这个可以大家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他接受 他签完当天有去上新闻面对面 他有讲跟没讲一样啊 但是结论就是 他当下好像就突然自己决定了 他忙掉了 他就觉得要啊 他后来就觉得说自己被骗 没有啊 可是他们显得很清楚 就是平手算侯友宜赢啊 那一整集看起来就是 他愿意做副手 对啊对啊 他的那个协议就是做副手 因为哪有人平手算侯友宜赢 那你等于是 那个那个 切正我去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吗 就是你们强调SOP 怎么一进去门关起来 通通没有SOP了 对啊 我们这个我会在检讨啊 对 他是这样讲的 诶你科粉哦 不是 你科学家哦 你都知道他怎么讲 诶对对 我还蛮 我还蛮关注 所以你知道 方云章那时候我们在讨论 就是蓝白盒那天 在讨论说到底会不会蓝白盒 然后我回答了一个 我回答了一个答案 然后他们帮我呛爆 很烂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因为柯文哲会做什么决定 他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跟价值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结果你说中了 对啊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就是要你猜 就是猜而已 我就是很老实的回答 我跟你讲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猜得到说 有人可以白纸黑字签的协议 之后三天 两天后就返回 是不是 你看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吗 就是我当下就是觉得 我觉得在柯文哲身上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对啦 可是节目要有娱乐效果 所以总是要立flag 才能玩请鸡牌这件事 我跟你讲 其实就算是像那个 最无法预测的Donald Trump OK 川普 他也不可能会毁约的 对商人来讲 签了约 约定就是要实行 契约是至上 契约是神圣的 对啊 签约之后 大家只能想办法 从条文里面 想办法去硬拗出 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对啊 但直接翻脸不认的 真的是太少见了 你要拖延什么也都可以啊 但是你直接施毁 毁约的这种没有看过的 OK 没有看 有啦 中共啦 哈哈哈哈 就中共啊 对对对 中共跟西藏有签过和平协议嘛 19点还是几点忘掉了 对啊 反正几点和平协议 然后后来都没有 都没有落实 香港那个也是啊 对对 香港是跟英国签 这个 对啊 所以所以 中医联合声明 对 后来也现在 现在中医联合声明说是历史文件 历史文件 不具有法律效力了 那就跟柯文哲就哭一哭 都说那个不算数 跟一样啊 对我来讲是一样 这就没有人 任何人可以 呃 猜到这种状况 是 OK 所以我们 今天这样聊下来 我们对民调 有新的不同理解的啦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到 民调不是去看 不能只看他们 做出来的那个数字 还要去看他们 那个信赖区间 除了这之外 大家也就知道说 其实抽样 是最主要的关键 抽样是重点 对 那刚才我就刚刚 一开始讲非常非常清楚嘛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把它等比例缩小 嗯 那要怎么做到等比例缩小 这件事情 其实是 它是有它的专业性在的 我刚刚想到一个形容方式 就是以前的网络比较慢 有没有 所以图片那个解析度比较差 嗯 所以那个解析度 它要 那解析度越差 它不是那个格子 就越来越来越一粒一粒一粒 对对 可以有的时候 就算它解析度差 你还看得出来 对 他大概是谁 他就想 所以我刚刚才想 这粒子还值得 还值得几遍 你这个all man 以前那个播间时代 有时候可能看一张图片 然后那个图可能还到膝盖 五分钟后 他就这样刷一次 对啊 就这样慢慢刷出来 可是现在不是了 是慢慢慢慢游上往下打 对对对对 大家现在已经觉得 每一个都HD 然后每一个都是高速网路 以后都要8K时代 对啊 最后我来拿一个法律规定 一定要公布的文字 我们就最后来逐字解读 就是按照选霸法规定 不管是公职人员选霸法 还是总统副总统选霸法 既然都有规定民调 一定要公布 如果你要公布民调的话 你一定要搭配 公布一些资讯 你才是合法的 不然你一律就违法 对 譬如说我就随便 找了一个民调 他写 调查于12月12日 至14日晚间进行 所以一定要公布 抽样的时间 时间对 再来是 成功访问1110位合格选民 数量合格 这个访问就是抽样数量 对 抽出来的 他说有291人聚访 所以聚访也要写出来 要啊 要啊 写出来的目的是 告诉大家说 有多少人不回答吗 对啊 就是让大家去 还是这里是推估的一部分 OK 那在95%的信心水准下 抽样误差为正负三格 百分点以内 那95信心水准是什么意思 这要解释很久 但总之就是从这个 大家其实有上过 统计原理当中 去算出来 但是这个叫做中央极限定 你去推估来 那用白货文来解释 就是说 这个我们有95%的信心 去宣称 在这个抽出来这个数字 加减正负三的状况下 可以包含真实的那个值 OK 对 准确率95% 这简单简单 对 如果说你要让这个准确率 再更提高 比如说99%的状况下 可以包含那个值的话 那抽样误差就变大 就是说可能就是抽样误差 会变正负6% 7%左右 那就等于是 比如说你抽出来30% 那可能真实的值会落在 20%到40%之间 那就太多了 那有点没有用 对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 通常约定数成 大概就会设定在95% 我们说 95%的状况下 这样子的这个区间 就可以包含真正的那个值了 所以信心水准越高 误差通常就会 就越大 信心水准越高的话 那那个范围会变大 误差范围就会变大 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 因为你要准确打击嘛 所以你要准确打击的话 你需要的那个范围就会大一点 这样子 嗯 OK 精准打击 就是我今天丢一颗子弹到中国 很精准的话就直接丢到中南海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准的话 可能就会说 他预计落在北京 那北京是哪里就不知道 但是你到北京的这个命中率 一定比较高啊 对对不对 我说我打到北京 对啊对啊 北京的范围比较大 北京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你只要丢到北京 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宣称你有打中啊 对 嗯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更精准的话 我就要 要嘛就要提高 抽样的样本数 对啊对啊 就是我要降低我信心水准 没错啊 对 那相机信心水准 就是我可能就 这个机器每一次射出去 能够命中的机率 可能被你几十之类的 对啊对啊 OK 那这是信心水准 跟抽样误差的概念 没错 那他还要公布 譬如说 采全国住宅及手机 双电话底侧为母体 做尾数 收 随机抽样 每次都会有这种很凹口的 双电话底侧 是什么意思 底侧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是你全部可以抽到的人 那你在这里面 全部抽到的人当中 通常我们是用电脑去拨 就是说随机的从里面抽 我们刚才说啦 就是抽样 最重要的意思是要随机 所以说 只要你在那个底侧上面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家户的电话 都在那个底侧上面 然后你从这个底侧上面 去随机的抽出 到底要打给谁 讲那 手机就是有手机的底侧 就是所有的门号 在哪边这样子 OK 对 那做尾数随机抽样 就是说 它是用尾数来做随机 对 那个是比较技术性的 我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是怎么个抽法 但总之就是要让随机 就是每一个人 可以做到随机抽样 每一个人被抽到机会一样 对 没错 一个方法而已 没错 他说藉由增补式化 无法接触的 为手机样本 改善传统式化 抽样缺点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 把手机拿来补足式化的 对对对 但每一家民调的 这个比例会不一样 比如有些民调 可能是55 就比如说 一半是式化 一半是手机 有些是比如说73 就是7成是式化 30成是手机 这个是没有定论的 调查结果一二十岁以上 性别年龄 现世人口结构加权 这还可以加权 这大家会有空 那你还可以自己加权去 那我狂加权 年轻人 客人怎么不超高 狂加权老人 何有一个爱心 怎么不超高 这个就是最tricky的地方了 就是说 各家民调都会有一个独门秘方 他们知道自己 该怎么样去做加权 为什么会加权 是因为有些族群 他们被抽到的这个比例 就真的是很低 例如说年轻族群 在式化民调里面 被抽到的比例 不到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哦 嗯 可是我们知道 千分之五 超级低 超级低 所以就是超级低 那怎么办 你必须要去推估它 你可能要多打几通 就打到一定的程度 你要一定要收到 几通年轻人为止 然后或者就是说 你要去加权 比如说这个年轻人 某一个族群 假设有10%的这个群体 可是他抽出来 只有2% 那怎么办 你就把这个到他们的这个意见等比例的放大 就等比例放到到10% 大概是这样 这加权的意义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加权会是一个 特殊秘方 独门秘方 然后所以 如果没有做好 就变成上下起手的关键 呃 是有可能 我们当然是会相信 比如说 大家都有认真的在做 但是这个当然就是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验证的 OK 那最后还要公布调查经费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这一段话 他的调查经费是来自于联合报 嗯 就都还要去公布他的调查经费来源 OK 这就是我们目前法律规定 要公布的民调资讯 他背后的意义 那一整集聊下来 若云你觉得 民调到底 干 我觉得 我讲很肯知吧 干 民调超级复杂 超级科学的 对 请大家不要乱宣称 你在做民调 bullshit 对 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了解 民调背后 它是有它的科学理论 对 但是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么复杂 所以其实民调 还是一个很好的操纵 呃 民意的工具 然后而且你看到超多人都在发布民调 超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影响大家的这个投票的意向 OK 就是说 呃 做出来 气势是某些人领先 领先的 某些就是 就是这其实 大家都会各自去运用民调 那我自己是觉得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法律 我自己还觉得还可以有一个 还可以有一招更 更狠的 就是说你应该要公布你的road data 就是你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资料 这样子 就是 你就是比较少造假的可能性 公布road data的话 就可以让像 像方宇这样 专业者去检验 对啊 大家可以去检验 你就不会有那种什么 宣称自己内参一定赢的那种 那你就公布出来 让大家来检查看看 公布road data是指 譬如说 每日早期的报道 它会公布更西部的表格吗 不是表格 road data是指 就是你每一个民调做出来 那个灯载在那个系统上面的那个data 就是说比如说 这通电话它打什么 内通电话打什么 这通电话你获得的那个 的那个回应 每一个每一个都记录下来 那个叫原始资料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表格都是 根据原始资料来 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 都是分析过的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希望民调更透明 然后更有秩序的话 应该要要求民调机构 把他们做民调的 第一手结果 对啊 都公布出来 那样子就完全没有争议了 OK 也不会做假了 OK 那时候在蓝白河的时候 他们不是挑了九份民调吗 对 其中有一些民调 就是真实的民调 有一些就被说 这个只有一张新闻稿要怎么用 也是可以用啊 如果说 如果他真的就科学方法的话 我们就是看到那些数 基本 刚才讲的这些资讯 其实就够了 OK 对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蓝白河选的 那九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这九份是怎么 根据什么选的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说 有些就是说 这个太蓝不要 这个太绿不要 这个太怎么样又不要 那你怎么知道 谁是蓝谁是绿 或者是有一些老师 他其实会帮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那个 你怎么可以说 他一定是蓝或一定是绿 他们本身在选这九份的时候 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OK 对啊 这完全都是不科学 这从头到尾都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是九份 为什么是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六 为什么是平手算侯友一赢 好啦 我们今天聊民调 聊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宇 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看民调的一些 妹妹嘎嘎跟撇步 对 我们不要再被这些数字 唬的一刃一刃的 而且也跟大家分析说 其实在做选 就是选举之前 所谓的初选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模式 什么全民调啊 打个投票啊 对然后对民事啊 我一般想到朱立伦 那个时候还提过什么 什么混合模式 什么还有什么日德模式 什么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个值得观察点 就是因为2024 又是个选举大年 那美国要进行总统选举 所以各州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初选 我觉得大家今天 看完这一集之后 你可以去观察 美国各州初选 会长什么样子 对 有些地方就是党员投票 有些地方是党团 有些地方是自己去登记的 那都可以去观察 OK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宇 来我们节目 方宇自己也有Podcast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刚才正想要讲 说我们可以问 大家可不可以工商服务一下 那当然当然 美国台湾观测战 我们就是接下来 就是会关注美国大选 嗯 四年前其实大家超关注的 因为川普的关系 对 那现在当然又是川普 又是川普 没有想到他可以再回来 为什么啊 而且现在看民调来讲 他是必定回来 他必定回来 他民调是碾压所有人 而且他可以打败拜登的气势出现 对 对啊 很怕 我怎么会这样 而且他现在状态是 他是共和党第一名嘛 第二名已经退选 第二名直接放弃了 对 对没错 所以这个很有趣啊 所以美国 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嘛 所以当然是非常值得关心 对没错 好 如果大家今年非常想要 同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川普是不是又要come back 又要回来了 对 那大家可以说听我们方语的 美国台湾观测站 美国台湾观测站 那我们的那个观测站 那个名称叫做观测站底加拉 我也有在听 之前他某集有讲过 他是我少数未听的podcast之一 感谢感谢 非常推荐给大家 真的专业 真的专业 就是对于政治啊 外交这些事情 他们是真的专业这样子 就是对于想要了解台美关系 或者是美国政治 或者是一些 有时候也会谈到一些国际史识 对 想要听深度讨论深度评论的 真的可以听美国台湾观测站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语 谢谢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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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